講了佔中和執法 開了其他事情講 就是說佔中是否違反香港的法治呢 這個很明顯 所以我覺得佔中是違反了香港的法律 因為香港是法治社會 所以我應該要提出來 宣傳佔中是違法的 所以我是這麼多 謝謝 好 郝教授 郝教授多謝你來 多謝多謝 郝教授 我覺得佔中小爺 因為剛才有人問 到底佔中是一個政治行為 因為是違法行為 因為是刑事行為 其實很明顯是違法 但其實問題不單是違法 而是影響他人 其實我最關心的是 希望每一個香港市民都願意 逆地而處 想像其他人的處境 如果有這樣的心 就很可以做事 很可以做事 不單是這件事 還有呢 譬如現在他們佔中的人士 他們在爭取那種普選 爭取一個更理想的普選 他們現在的說法是 就是他要和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 要決戰或者討價還價 其實這件事我不明白 為何一件事是一個討價還價 為何呢 如果普選制度是大家都好 大家都拍手掌 中央政府拍手掌 香港政府拍手掌 市民拍手掌 為何大家不會辱成他呢 其實一個問題就是 都是爭了一件事 爭了一個是互信 為何會爭這個互信呢 又是一件事 你不肯逆地而處 你有沒有想像一下北京的顧慮 亦都希望北京會想像一下市民的顧慮 如果能夠給予此去 逆地而處去想像其他人的憂慮 那就易講很多了 就解決了問題 譬如北京政府 他知道市民憂慮你 是一個很不公平的選舉 你不是說開放一點 但是市民來說亦都是憂慮 不是 北京政府亦都憂慮什麼呢 北京政府亦都憂慮 就是真的有人去頂住他共產黨 因為他現在共產黨是執政一黨執政 如果你是沖住他來 即是連執政地位都要衝擊他 你說要結出一黨專政 你想像一下他 你是他的位置 你會不會放心 自然如果你是能夠逆地而處 大家一起去找些辦法 香港的市民想找些辦法 令北京不用擔心 北京是做了些事 令香港市民不用擔心 都是一個公平公開的選舉 大家都有份的 但是你不要衝擊我 我覺得這件事 肯逆地而處和肯 好像剛才黃教授說 謙卑一點 你整天以為自己那樣是適合的 其實就可能錯了 因為真的欠個謙卑 所以我想提出兩件事 一個就是要逆地而處想像其他人 不是單止是違法的問題 例如你做一些事是違法 但不是影響人那麼多 問題不是很大 例如我現在要公民抗議命 我不交稅 影響不是很大 最多他就捉了你 捉了你 更多人被他捉 令到他很準 那你就自己做自己的事 但是你影響其他人 那個就不是純粹違法的事 而是一個真是不顧他人死活的事 還有一位先生